小男朋友呢 可不能只看颜值 遇到渣男被骗钱骗色 甚至受到伤害 哎 妹妹们可找点心吧 这三种男生千万不要在一起 第九呢 是习惯性说谎的男生 从他嘴里就听不到一句真话 学历年龄都是假的 甚至连昨天吃什么 他都要骗你 那他说的那句 我爱你分量有多重呢 而且呢 我觉得这一代男生 他为了原谎 是没有底线的 从这些小事 就能看出他这个人的人品 当然了 跟这种男生在一起 你要随时做好 被小三的准备 每天到福尔摩斯去侦查 看他有没有说谎 第二种呢 是不求上进的男生 这类的男生 可能对你不会有什么伤害 但是跟他在一起就 看不到未来 尤其是一些已经毕业了 然后还要整天打游戏的男孩子 像我之前有一个男朋友就是 明明你已经毕业了 跟我差不多大 但是呢 还是每天在家里打游戏 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很不成熟 这种人的话 每天带给你的 都是负能量 你努力的想要上进 他居然还觉得 你抛弃了他 唉 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的 最好状态是 一起努力 一起变成更优秀的人 如果说 只有一个人在朝前走 另一个人不进反退 那要的话 跟他在一起就真的是 超级的累 总结婚生的孩子 你就有两个小孩了 第三种 不要找控制一条情绪化的人 这类的男生很可怕 很多新闻的主人公 就是他们 来举个例子 你们对号入座看一看 要你24小时宝贝 不让你跟其他男生说话 吵架的时候 甚至会跟你动手 一提分手就跟你下跪 不要以为这是他很爱你 连自己都不爱的人 和他爱你呢 你身边是不是就有这种人 这种人还不分手 留极限挑战吗 还有一点可以去看 他的社交账号 特别是抖音 去看一下他的关注点赞 我是不是说了什么 不得了的秘密 另外就是看这男生的朋友 就知道他是人是鬼 人与群分 这句话他不是乱说的 如果说呢 他朋友都渣男 难道他还会追你而不然吗 反正我是不信的 总之妹妹们谈恋爱 一定要擦亮眼睛 如果他让你不开心 觉得不对劲 那就一定要及时止损 下次给你们出 怎么样走出一段 错误的感情 希望每一个妹妹 都能拥有甜甜的恋爱 感谢观看